来自嘉义的43岁旅姓男子还有两名朋友相约登山 上个月22号从南投屯原入山 预计28号要从奥万大向山 三个人却没有依照原定计划改从花莲下山 旅姓男子在哈伦旧森林铁路工作站不小心扭伤了脚 在3号的上午8点多是请求救援 由空勤总队直升机把人给救下山 而消防局严领依花莲县登山活动管理制式条例 寄出15000元的罚单 消防局第二大队表示 旅姓男子跟着两人一组来爬山 本来都要从南投进出 却自行偏离了原定道路 而转往花莲方向来下山 不料却在哈伦旧铁道 4号锁道不慎扭伤了脚 无法自行下山 2月2号赶紧请求救援 消防队派了两名人员 从花莲池南木瓜山 徒步上山搜救 本局在接到警察局转报了 这个三岸的救助案件之后 本局立即派遣我们的搜救人员 前往现场 据我们了解 这次案子总共有三位登山客 一起结伴 原来他的规划路线是在安东山的路段 因为他们临时在行进的过程中改变了路段 他往哈林工作站的路段去前进 所以他已经很明显的违反 我们花莲县登山自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空情总队3号下午3点4分接获通报 4点28分抵达了目标区发现代救人员 立即以特殊员吊挂 4点58分在花莲德星球场航空地落地 该员在2014年跟2017年 都有向本局申请救援的一个报案记录 因当时我们的登山自治条例的管制区域尚未明确 所以该员目前尚未被本局有采法的一个行为 但这次的行为我们在了解初步了解 它的违规部分应该是违反我们登山自治条例第11条的 就是唯一申请路线来做一个登山的一个路径 据了解履姓男子是登山领队 又旅男即有人为按照登山计划偏离了道路 静置前往哈伦森林铁道工作站消防局延拧 依花莲县登山活动管理这次条例 寄出15000元的把单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